每个人对于佛法的体悟不同 所以有了大小圣佛教的不同流派 每个人对于佛法、世间法的体悟都有所不同 有的人认为佛法是佛法 世间法是世间法 两者是不相关的 有些人也认为佛法不离世间法 有些人也认为世间法即是佛法 种种的不同看法都是来自于认知上的差异 看到今天比昨天更多来听法的人更多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欢喜踊跃 看到这么多人这么样的号要佛法 想一想说真的正法救助是有可能的 只要我们每一个佛弟子 每个人都有这份心 都能够把这个法传出去 然后能够传入到每一个人的心 只要人心中有佛法 每个人都能够落实世间佛法 那佛法就能够救助 就能够救助 佛在人心 佛在世间 佛在就是 就是骗这个宇宙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今天看到这样子 尤其是我们读证法师 他说法这么样的精彩 因为三圣经呢 它是属于比较 比较就是对于这家居室的一个生活伦理的教导 所以呢 就是很事项的 但是呢 因为事项 所以就很生活化 很贴切 对人生的真理 灵悟的浅显 就称之为小圣 进一步是中圣 再进一步是大圣 灵悟到最高的境界 佛法就称之为无上圣 这些区别是为了大众了解 了解以后 对佛法的道理没有疑问了 才能够融会贯通 十方新闻 归文许建议 屏东采访报导